八年发行了一千个亿的国债 九九年发行一千一百个亿的国债 两千年到两千零三年 每一年发行一千五百个亿的国债 六年加起来发行了八千一百个亿的国债 把老百姓手上的钱全部拿来 在各个大城市里头建新的机场 城市城市之间建高速公路 然后南水北调西去东苏西垫东宋 青藏铁路全面开工 拉动着经济的增长 是不是卡恩斯主义也带中国的强化 那么结果他的财政 政府加大地对经济的干预 财政赤字到了3% 所以当他到博奥去开会的时候 香港的记者追到他后面 喊他赤字总理赤字总理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封号 我所以这么大的赤字都有我的原因的 等我离开了我的位置以后 我会给下任政府留下个三万亿的优良资产 前几年有一位记者去访问 当时香港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 叫做张武昌教授 说张教授请您给邓小平和朱镕基打个分数 他说我给他们两个都打100分 哇这么高分啊 是的 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就没有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今天 就没有中国经济活力的今天 所以他给邓小平打100分 朱镕基呢 朱镕基当时做的很多事情 我都不以为然 可是我现在回头来看 他做的非常好 中基做了什么 中基打破了过去国有企业不能破产的经济 您知道那个时候国有企业 赚钱的国有企业赚了100块钱 赔钱的国有企业就赔了93块钱 就没有剩下几块钱给国家搞建设 他就把这些国有企业该破产的 你们就破产 该被别人兼病的兼病吧 他也打破了原来国有企业员工不能下岗的经济 你们都下岗吧 你们到第三产业去吧 大刀阔斧的改革 然后处理了三角战的问题 然后呢 他使经济软着陆 什么叫软着陆呢 我们刚才讲了 93年94年 民营协加起来的大量的投资 通货膨胀率高达23%24% 结果这个时候呢 他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让经济通货膨胀率降下来 我们刚才讲 通胀率和失业率是个反向的关系 通胀率下来是失业率要上去的 所以呢 使失业率也不上去 这就叫软着陆 大家坐飞机都有经验 飞机下降的时候一定要软着陆 如果不软着 蹦蹦 折成两半 那要伤亡很多人的 经济也是一样 你不能把通货膨胀率 哇 拉下来 一拉下来 失业率高起来的话 老百姓也要出问题的 所以软着陆就是使通货膨胀率下来 哎 缓缓的着地 不要引起太多的社会的这种震荡 那么朱镕基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是什么呢 他的分税制 因为那时候中央收不上税来 所以当邓小平上台以后 没有钱怎么办事啊 结果他就跑到上海 问上海要了150个亿的这个钱 那么那个钱呢 就是那一年的中央的财政的收入的一半 所以他做了这种税制的改革 所以现在中央为什么这么有钱 所以当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 才有24万亿 先是4万亿的投资 然后10万亿的贷款 两年再一个10万亿 24万亿出去 那个4万亿就是顺服的这个税收啊 来的钱 好 那么 所以呢我们在讲呢 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呢 坎斯主义呢 也在中国的强化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呢 这个这个朱镕基 首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那么赢得了东盟的这种赞许 再有的话呢 那个时候呢 朱镕基一看亚洲金融危机 就是中盟的国家和中国相当的国家 都亚洲国家都不团结 向盘散沙 所以人家来冲击你的时候 你就全面就倒下去了 叫马来西亚 那个时候的总理的 马哈提尔的话说 我们30年的成就 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朱镕基就提出来 好不好你们东盟十国和我们中国 合起来搞一个十加一 然后再加上日本韩国十加三 怎么样一个自由贸易区 当朱镕基一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马上美国反对 美国这个东盟国家也不是 美国还远的 我们还不说呢 东盟这些国家也不是很热衷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 东盟这些国家 他们是一个资本接收国 他们跟日本的贸易呢 是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贸易的三倍 日本是个资本输出国 他们是个资本接收国 他们跟日本呢 是一种垂直性的合作 互补性的合作 他们是像日本韩国 买了零部件以后 加工了以后 卖到欧美大陆去 结果的话 中国呢 是个资本接收国 他们也是资本接收国 他觉得跟中国互补性不强 竞争性很强 而且你这么大 你会不会大吃小 所以当朱镕基提出10加1 10加3的时候 他们不是很热衷 结果朱镕基说 你们东盟国家 我们在农业方面 跟你们没有办法相比 我们是两高两低 高价格 我们的农产品 低质量 高成本 低收益 你看看 你泰国的稻米 马来西亚的中女油 印度尼西亚的橡胶 这些农产品 又便宜又好 欢迎你们卖到中国来 中基就降低了 600多种农产品的关税 让这些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到中国来 早期都赚的钱 都有的收获 他们说 中国真的很大 我们原来也有互补性 就慢慢的态度改变了 然后当金融危机发生了之后 MF来派人来援助这些国家 但是出了 然后提了很多很苛刻的条件 中国在中间帮他们做游说的工作 他们觉得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和我们东盟这些国家 以同一种语言在说话 慢慢的态度就改变了 而这态度的改变就是 这个 我们说这种态度改变的话呢 也造成了这个中国的经济的 在那一段时间的这种发展 因为97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呢 2001年美国的网络泡沫破灭了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 2001年的12月份 我们就加入了WTO 然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时候 美国怎么样呢 美国因为911事件以后反恐了 所以的话呢 重心都放到那边去了 所以中国又得到了这样的这种机遇 好 那么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坎斯主义呢 在中国的强化 那么中期那个时候的话 就利用各种的方式 用投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 好 2008年的金融危机 也是政府加拿大对经济的干预 2008年的9月份 雷曼兄弟破产 次贷危机爆发了 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所以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所以有房地产泡沫的国家 哎 房子都开始往下降了 中国的房地产 在08年的9月份是到达最高峰 到08年第四个季度就微微降了一点 到09年的第一个季度又降了一点 结果美国放话了 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我们出现了金融危机 中国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 你们可不可以为稳定世界的经济 起一点贡献呢 结果呢 那个时候总理 就是温家宝就说 好啊 我们当仁不让啊 所以呢 在09年的过完春节之后 两会之后 在09年的第二个季度 好不容易 我们刚才讲的 08年的第四个季度 大陆的房地产跌一点点 09年的第一个季度跌一点点 到了09年的第二个季度 逆流而上这一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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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一张张的停不下来了 结果的话呢 是由于呢 政府呢 就4万亿的投资 去扩大产能 然后呢 10万亿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二年有10万亿 一共24万亿 结果造成了什么 中国的产能过剩 大家你看看 中国现在哪一个领域不过剩 就是那个时候投进去的 那么投了那么多钱进去后 地方政府要有配套资金 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不够 没关系 把地做抵押 然后呢 去向银行搞贷款 搞融资平台 就造成了现在的地方政府的债务的威胁 然后呢 太多的钱投到房地产去了 太多钱给了国家的企业了 民营企业没有钱了 所以民营企业 尤其是像温州人说 你看看 房子涨成这个样子 我们都没有赚到 那没关系 我是向亲戚朋友借吧 哥哥姐姐嫂子 阿姨姑姑舅舅 怎么的 结果的 没想到 11年12年 政府看到的房地产 涨得简直是不像话 就开始限购限价 结果呢 高利贷借来的钱 现在全都答应别的钱 还不了了 有人跑路的跑路 有人跳楼的跳楼 您知道11年12年 中国那几年的房地产的热 那两年中国用的水泥 是全球水泥的70% 这两年的水泥 超过了美国过去100年 用的水泥的总和 所以你看它的房地产 中国现在的房地产 够多少人住 34亿人住 三线城市 因为我们刚才讲 11年12年的时候 那一线城市暴涨 结果的话呢 二三线城市的话 后来不是一线城市 限购限价吗 就大概就跑到 三线四线城市 三四线的城市 比如说像湖南的 比如说像 这个什么江西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需求是 一共一是五和六七 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它的房地产泡沫 可以够34亿人来住 我们有50个鬼城 就根本没有人住的 这种鬼城 好 所以的话呢 这一次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加大了 24万亿这个投资 造成了现在的产能过剩 房地产泡沫 和地方债务的扩大 而且的话 大家都觉得 我用钱去借给别人 拿高利贷 比我搞实体好 所以你知道 大陆在过去几年 没有人搞实业了 要不然就是投机 要不然就是搞房地产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过剩的产能 过剩 然后房地产的泡沫 等等的 好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看到 为什么注册 那个时候 政府加大 这个经济的干预 看到一定的成效呢 讲的不好听点 那个时候 我们是封闭的经济体 跟外头没有什么联系 现在呢 我们是半开放 半封闭 很多的热钱 透过地下权装 到中国去跟他 一起炒股票 一起去炒这个房地产 结果股票 在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股票泡沫破裂了 现在房地产泡沫的话 不敢让他 啪 要破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房地产的 最大的50家房地产 都是政府投资的 所以他不会让房价 啪下来 他就慢慢的在挤泡沫 不要引起太大的震荡 也就是说政府加大地 对经济的干预 在短期之内 看的一些效果 中长期对经济是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按照市场规律 去办事情 好 这个 好 那么 我们刚才讲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以后呢 一方面降涅龙产品的关税 让东盟国家都有了收获 还有我们监视人民币不贬值 然后我们对危机之后 协助这些国家 这个 东盟的态度 变得是美国唯独的过去 我们说21世纪的经济是什么呢 21世纪经济就是区化的经济 那么我们说改革开放的头30年 叫两角经济 珠江三角 长江三角 未来的30年将是两关经济 北部湾和渤海湾 北部湾呢 就是中国的广西 南宁 北海 青州 防城港 和越南和海南岛 围起来的那个就叫北部湾 也就是东盟 十国和中国 这些我们十加一自由贸易区 所以呢 这就是区域化的经济 欧洲有欧盟 美洲有北美自由贸易区 亚洲的话 终于这个有一个十加三的这样子了 好 那么这个从这个2010年的时候 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立了 所以那边的话呢 我们待会讲的一带一路 就是从这个东南亚这边这样子过去的 这边得来的一些灵感 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讲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话呢 给了中国这么样一个区域化的经济 这个开始 那么911事件呢 美国开始反恐了 又给了中国这么一个机遇 所以我们说大国崛起 太势惊人了 天道相助 大势所趋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那么08年的金融危机呢 又给了中国什么样一个契机呢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提速 那么在这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呢 日本曾经提到 他看到MF那么老远的来援助 又提那么多苛刻条件 他说好不好 我们亚洲自己搞个货币基金 日本一提出来 美国马上否定 否掉了 日本就不再提了 那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 不管你美国态度怎么样 我们亚洲国家 他自己就搞了一个区域的外汇储备基金 这个呢叫做CMI 这么CMI呢 也叫做亲迈倡议 亲迈是塔兴的家乡 他做总理的时候呢 他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一点事 在当地开一个国际性的会议 基础设施啊 充分就业啊等等的 拉动了当地的经济 那么亲迈倡议呢 英文呢叫CMI 实际上就是区域的外汇储备 储备基金 实际上就是亚洲货币基金 我们只不过不用那样的字眼 去刺激美国而已 也就是说这13个国家 中国和日本各占32%的份额 各拿384个亿的美金 韩国占16%的份额 拿192个亿的美金 东盟10个国家 加在一起 占20%拿241个亿的美金 然后每一个决议的通过 都需要85%的同意 才能够通过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 自由贸易区这个 那么这个自由贸易区 有什么好处呢 强化本地区防范风险 和应对挑战能力 对面对国际收支 和短期流动性 发生困难的国家提供资金 不需要像以前要等到MF来 现在我们本地就可以了啊 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搞货币互换 这个货币互换呢 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去美元化 因为呢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国家的外汇 流失的很厉害 所以本币贬值 然后国家又没有足够的外汇 去可以收购本币 眼看着本币一直贬 一直贬 贬成那个样子 所以的话呢 这次我们就是 我们不要那么依赖美元了 比如说韩国和我们 我们的货币和韩国货币 我们都不是国际货币 我们呢就拿1亿美元相对应的 钱韩元人民币 我们互相换 我们就把韩元存在中国的银行 要去跟韩国做贸易的中国企业 就去借韩元去买韩国的商品 然后呢 他们就把我们的人民币 存在韩国的银行 要来跟中国做贸易的韩国企业 就去借人民币来买中国的商品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互相都不用美元 搞货币互换 那么一方面缓解了 因为美元流动性缺乏带来的贸易融资稳缩 央行又可以消除汇率风险 从而促进国际的贸易和投资 进一步的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在人民币 还没有自由兑换的情况之下 为境外的贸易商提供额外的人民币的资金来源 也是某种程度的去美元化 所以货币互换 对方拥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作为储备 加深了政府之间的货币互信 是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个政治的支持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金融危机 让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了 现在你看跟我们搞货币互换的 有三十多个国家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 我们货币互换超过了三万亿元 然后也因此人民币成为全球的 第四大支付的货币 仅次于美元欧元英镑 超过了日元 日本虽然在1968年 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它的日元最多最多的时候 在那世界的贸易份额没有超过10% 最高最高是9% 这些年都在2%左右 所以人民币超越它 但是这几个月 日本就算过超过人民币 所以它就这两个 第三第四我们是这么 第四第五我们在这么排到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大家都在谈中国中国中国 说是不是中国时代到来了 我想在还有几个阶段 我们目前的是商品撒向全世界 如果具备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 我们自己品牌的商品撒向全世界的话 那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国内的投资接近的宝盒 我们资金撒向全世界 那是第二步 第三步 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货币 人民币撒向全世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时代到来 所以呢我们发现呢 我们如果要在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当中 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的话 不是像过去的一昧的增加外汇储备 我们力量的全员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遇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周边的国家 跟我们有领土相接的蒙古国 什么越南缅甸 这个老国子这些国家 他们边貌跟我们东西进来 农产品我们给他们人民币 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我六七年前到 到那个内蒙去讲课 那边呼呼浩特 有个地方叫二连浩特 二连浩特离蒙古国就八公里 大陆的人拿到身份证 就可以直接到蒙古国 签证都不要签证 我是拿美国护道 所以就没有办法 要签证要三天 然后那个是我们班上的一个班长 他请同学们到那里去游学 所以我去给他们讲课 他跟我讲 李老师每天从我手上 人家把这个蒙古国的农产品 矿产品卖过来 我给他人民币 每一天就两亿人民币 那个时候 所以他们都愿意拥有人民币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 人民币在升值 所以他很愿意要人民币 所以我们的边貌 全部都是在那里用人民币 所以人民币 出口上用人民币结算 能够节省7%到10%的成本 人民币国际化 也是个挑战大于机遇的过程 任重而道远 也是一个复杂的 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 我前不久去看我女儿 我女儿在中东 我在独拜转机 我就买了一瓶矿泉水 那一次我走得很急 忘了带我美国的钱包 我走的时候 让我的助理 给我100块100块的美金 换了几千块美金 然后我到了独拜 想买一瓶矿泉水 我就拿100块钱美金 给那个店主 那店主说 哎呀 这个一瓶矿泉水 一块钱美金都不到 你给我100块 我要找你多少钱 你有没有小一点的票子 我说我这次走得太急了 忘了带小票子 不过我会有人民币 你愿不愿意又接受人民币 好啊 我就用人民币给他 他就给我买了一瓶矿泉水 然后的话 我经过独拜到Berene 因为我的女儿在Berene 然后呢 我签证 美国护照是落地签证 签完证以后 我说我支付你人民币好不好 他说好啊 嘿嘿 我给他人民币 他也收了 结果我就特别去做了实验 我在那个中东的那些国家的时候 我把大陆的那个叫银联卡 就是他们叫的debit card 不是credit card 因为中国大洲的credit card 就是说少数人有 那他的credit system 还不是那么样的完善 所以呢 你就拿你自己在银行的存款的张卡 你比如说 我说我想提100块钱美元 他就嘟嘟嘟嘟嘟 一换 换成当地货币 不不不就出来当地货币了 然后就从你的人民币的账号上就扣掉了 你现在到台湾 你到香港都可以这样子 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 我还没实验 大家可以实验看看 这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那么美国的master card 跟visa card 都想抢这块蛋糕 但是呢 中国的银行卡的话 每年40%的增长 银行卡的英文叫什么呢 叫China Union Pay 第一个字UP China Up China Up China Up 真的是中国上来了 中国上来了 好 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 如果想要成为国际货币的话呢 台币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条件 第一个的话呢 内在的条件 经济呢 规模够大 对内是统一的 那么经济 政治的统一 而且有很大的金融市场 我们这方面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 待会我们会讲到 亚投行里头有很大的作用 是完善我们的金融市场 好 然后呢 对外可以自由兑换 外在的条件呢 别人愿意广泛的把你的货币 作为一个贸易结算 投资结算和储备的货币 那么它的意义呢 非常重大 大国崛起的象征 但是呢 风险也大 因为冲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 每一个货币都有致命的缺陷 那么欧元的致命的缺陷呢 是缺乏统一的政府信用和财政约束 像欧盟那些国家 什么希腊发生的危机 都是他们的财政收入减少了 答应人家换的钱还不了钱了 那么美元的致命缺陷 是必须要成为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否则美国就会引起严重的债务危机 美国的债务太庞大了 要保证美国经济的复苏 必须要消灭一切潜在的货币的对手 一旦其他国家的货币 部分替代美元 在全球的作用 美国地量宽松 QE123的负面效果 就没有办法向全球转嫁 这就是美国的货币帝国主义 每一个货币 我们这样讲 一旦他国的货币对美元构成威胁 美国就会不惜一切的代价逐止 这就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国家战略 我们刚才讲到货币互换的时候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跟日本韩国都有货币互换 而且他们还准备把人民币 作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 慢慢的人民币都被东北亚 这些地方都接纳了 如果最后人民币真的变成 东北亚的一个货币的话 因为日元不成功 人民币取而代之 那么紧接东北亚 然后东南亚 那么整个亚洲很可能就有所谓的人民币 就相当于亚连出现了 美国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呢 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如果跟日韩都有货币互换 迅速规模化的话 这三个国家都不以美元结算 美元的需求减少成为趋势的话 对美国世界货币地位就会动摇 对美元的打击是摧毁性的 一旦人民币国际化 威胁到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一定会用一切的手段来打击人民币 甚至不惜挑起地区的这个争端 因为货币成为国际 结算和储备的货币 就相当于货币殖民主义 可以印钞票购买世界的资产 过去的殖民地就是靠武力抢夺的 我们现在想借着人民币的国际化 抢夺别人的资产难免站着 所以只要中国继续推动到人民币国际化 中美之间的冲突就会加剧 雕倒之争和南海问题 可能就是一个开端 任何一个货币要想成为国际的结算货币 和储备货币 一定要有强大的经济和武力做后盾的 所以这就是中国大陆 现在一直在努力的这种方向 好 那么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 就人民币先在周边化 然后在亚洲区域化 变成国际化 我们原来一直跟美元联动 后来我们发现呢 我们在周边的亚洲国家的话呢 他们都愿意用人民币的这种交易 过去差不多十年左右 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实 所以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 而且这些国家 他们都对我们都是顺差 我们对他都是逆差 就像现在的美国 对很多国家他都是逆差 所以的话呢 他逆差了以后 他把很多钱 他买你的商品 把钱都给了你了 然后的话呢 那怎么办呢 他在发行很多债券 美国是全世界债券最多的国家 国债券 企业债券 两房债券 金融债券 市政债券 然后呢 他又 你就去买他的债券 又把美元给了他 他就给了你债券 讲得好听是债券 讲得不好听贬值的话 就是一堆纸 所以的话 你看美国货物 他也拿走了 然后钱 他又收回来了 所以好处 是不是他一个国家赚了 就是因为他是国际货币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终于我们都看透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就在一次 那么我们认为呢 我们应该更多的跟亚洲货币这个联动 而不是跟美元 因为我们跟美元挂钩 意味着人民币相对地区的贸易活半币 所以我们就会高估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成为一个国际货币 我们有这样的优势 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